中国公务员的比例太大了吗? 中国的公务员 世界之最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共有14亿零1178万人 2023年人社部公布的 202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中国公务员人数为719万人 公务员的比例占总人口的0.57% 但这就是一个统计学的小技巧 如果加上事业编制的3100万人 党群工会复联的1300万人 共计5100万 还要加上你退休人员的3000万公务员 总人数就已经超过了8000万 但需要注意的1.4 这里并没有算上国企的4000万有编制的工作人员 虽然是企业能够自负盈亏 但终归要听命于上层建筑的号令 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央企 每年的经营财报上都会显示亏损的状态 所以仍然会有一部分财政用于国企 第一个数字 财政供养8000万人 我国财政供养人数已超过8000万人 每年供养费用占全国财政的40%多 根据数据显示 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是114万亿元 税收占GDP比重为15.1% 这就得到一个全国税收的数据 2021年全年税收约17.2万亿元 工资数据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职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8,115元 这里包含公务员 事业边和其他体制内的工资数据 当然这里也只是官方给出来的 只能作为一个基准参考 因为真实数据可能还要远高于此 因此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2021年财政供养人员全年工资合计为7.04万亿 预占全部税收的40% 这是个什么概念 10个人打工挣钱才能够养活一个有编制的人 所以每一个辛苦打工付出努力的老百姓 都是国家的主人 千万不要再忘自菲薄 或者说国家大事与我无关的话 因为没有一万朴实无华的普通人 就没有千千万万光线亮丽的公务员 所以普通老百姓 也就是普通公民对于国家的贡献非常巨大 千万不要让一些人小看自己 财政能够养活8000万人口 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数据上 都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实力 但是庞大的财政支出 人不能保证不浪费 而且钱都花在正确的地方 就是一个未知数 这是一个抖音内非常火爆的爆料内容 大家自行观看 最近有一个叫佛平的小县城 很受关注 为啥呢 因为人少 全县三万户籍人口 县城常住人口只有8000 县城的财政状况怎么样呢 有人查了一下2018年19年的数据 发现这个佛平县 这两年的财政支出 分别达到了8亿和7.97亿 而财政总收入呢 是期间179.8万和6262.2万啊 基本是入不复出 全线没有网约车啊 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出租车只有9辆 佛平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孤立 前阵子人口普查数据出炉了 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是人口流动不断加速 大家都奔着想去的地方去谋生了 整个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是3.76亿 也就是说平均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了移居 这个比例着实不低啊 2000年到2010年只有四个人口萎缩的省份 等到了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 这个数字变成了六个 有的地方留不住人 有的地方却人口在猛增 比如说广东 光是在2020年这一年 人口就增加了1080万 中国公务员的比例太大了吗 前脚媒体报道刚刚报道说 2023年公务员的招聘人数 比去年扩大了16% 其中甘肃 云南 广西 内蒙古 四个省份扩招超过50% 而另一边有网友发出一组数据 说这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8.8万元 而全国财政共用人数超过了8000万 也就是说财政共用人员 全年工资要占到在 14亿人税收比例的4成以上 平均下来 每10个打工人就要养活一个公职人员 消息一出 舆论彻底疯狂了 有人说公务人员太多了 会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 也有人说 现在财政缺口这么大把 全花在工资上 又怎么搞经济建设呢 好 先来看个数据 中国的公务人员到底有多少人 据公开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公务员数量是710万 事业编制3100万 算上党群工会复联的1300万 一共就是5100万 再加上离退休的人员 的确我国的公职人员 看起来已经突破8000万了 这个数据算多吗 如果单从公务员数量来说 其实不多 因为这法国的公务员数量505万 大概占到人口比例8% 美国公务员数量为1000万 占人口比例为3%左右 日本公务员数量为448万 占人口比例为4%左右 这么一对比 国内的公务员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但是国外没有事业编制 也就是说 如果加上事业编制人员的数量 我国公务员的比例 跟其他国家基本是持平的 好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比例正常 那为什么会出现 网上舆论一边倒的情况呢 前两天有个教授举了个例子 陕西的一个小县城 实际常住人口不到一万 而吃财政饭 或者说是公务员家事业单位 以及相关人员的就有2000多人 平均每4个人就共1个公务员员 这样的地方会不会出现 公务员员过于荣杂的情况呢 我们不好评判啊 但它反映出了大多数人的担心 现在地方财政靠卖地收入已经难以为及 却依旧要花这么多钱发工资 到底会不会出现存在分工不明确 只能重叠的情况呢 这些钱花的 看完这两个视频不想多说什么 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唏嘘 因为当一个群体足够庞大的时候 且这个群体又足够的权力在手里 那么必然会出现腐败的现象 所以说公务员多 虽然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 但是没办法科学有效 和规范的管理公务员队伍 那么必然会出现害犬之马 其实公务员有多少都可以 主要看他们的节操是否高尚 是否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是不是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因为公务员的本质 就是老百姓花钱养的人民工夫 就好比你是一个公司老板 花了钱勤能帮你干活 但时间久了 你发现公司的员工都无辜矿工 顶撞你这个老板 有的甚至借机开油吃拿卡药 更有甚者 还有人侵吞公司的货款 那这个老板不但悲哀 公司也没有必要再继续经营下去了 所以怎么当一个好老板 是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